美国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 在美国爱奥华州共和党基层会议上获胜 以微弱优势击败社会保守派桑托罗姆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一名共和党官员星期三宣布 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罗姆尼 仅以8票的优势击败后起之秀桑托罗姆 这是奥爱华州政党基层选举有史以来 最接近的选举结果之一 罗姆尼获得3015张选票 桑托罗姆获得307张选票 倡导反战的保罗得到21%的选票 位居第三 在星期三清晨宣布计票最终结果之前 罗姆尼对自己的主要对手桑托罗姆 表示祝贺 并感谢爱奥华州选民 给他和他的对手们 恢复美国精神的机会 罗姆尼在爱奥华州首府 德梅因发表讲话 强调自己在商业领域的经验 并批评奥巴马总统 为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 而做的努力 桑托罗姆的竞选活动起步搅慢 但在奥尔华州举行 共和党基层会议之前的一个月中 在民调中奋起直追 星期二 桑托罗姆在共和党基层会议之后 发表讲话 对罗姆尼的当选机会提出质疑 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得票不多 星期二晚间 他发表讲话表示将回家重新考虑 是否继续竞选总统 佩里获得大约10%的选票 排在前众议院院长金里奇后面 与此同时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巴克曼 在获得大约5%的选票之后 表示一定会继续参加 即将举行的初选 奥尔华州星期二 基层政党会议选出的参选人 往往并不是共和党 或者民主党最终确定的 总统候选人 但是这个州的基层政党会议 能排除势单力薄的参选人 也能给予较强势的参选人 今后几个星期 在其他州获得成功的动力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